剛剛大家看到的就是巴塞隆拿本季暫水到目前為止 某個網站選出來的十大的金球 Steve看到有多少球是美斯射入的? 大部分 應該是... 佔了至少六球 差不多 因為我見偉拿應該有兩球 跟著另外的球員 印尼斯達有一球 拍到都是一球 艾比多一球 那就是五球 對,拆到很多 不過這麼貴美斯也入了五十幾球 五十幾球不上 挺厲害的 雖然說金球 叫得金球當然是漂亮的 但是巴塞零零射射射看得到 那個技術含量是真的高 甚至是高很多的 但是美斯入了這麼多球 如果巴塞沒有美斯 會怎樣呢? 軟爺差哥會怎樣 我覺得 不會想中 不會那麼厲害 但不會太大影響 因為巴塞是整體足球的 可能真的前面會少了一個 把握力這麼高 還有更有技術 個人技術突破 對方旁邊的球員 我也差點 我也差點 我也大膽點 這件事 好老實說 我覺得如果他沒有美斯的話 他未必會是西甲半軍 他歐聯可能去到八強的止步 都是一隊強隊 但是不是一隊地上最強的頭隊 因為太多例子 看到是真的靠美斯的個人能力 去扭轉了局勢 有時候我覺得是 美斯的爭勝心太強 就是你今季 美斯的進攻的自由度 其實是越來越大 變相其實可能其他球員的技術含量 未必有差距 分野那麼大 但是很多時候 他自己拿了球去 或者他自己帶球去推 他主宰了整個進攻 變成可能在戰術上 太過依賴他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一個不太好的現象 即使他入了五十幾球 即是全貴 其實如果反而沒有了美斯 可能巴草會轉過 第二套戰場去 迎合那隊球 即是不用再以美斯 一個為中心的進攻 反而可能傳了 反而都是這麼強 所以前季 即是大家三巨頭 這裡奧亨利和美斯 大家入球分野差不多 分佈差不多 都是二十幾三十球 可能那個威力 會比現在更加強 其實也是的 即是那時候 即是你還要看一看 那兩位大哥 現在就 被你讀大了 也對的 如果這樣說法 走途 接下來呢 今個禮拜 就會有一場很重要的英超大戰 我覺得這一場很重要 利物浦對熱刺 這場球 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 現在兩隊 目前都是欠兩分而已 是嗎 那你覺得 熱刺有沒有可能 攀回到第五個位置 還是被利物浦坐到第五個位置 雖然我是熱刺的粉絲 但我都不看好這場球 整個走勢來說 其實利物浦是上升著的 熱刺是下滑著的 正如星期二的時候 我們節目也有說 其實自從輸了歐聯之後 熱刺其實都沒有出現過 如果只是說聯賽 聯賽對上就是 4月20號 主場和了阿仙奴 之後呢 都沒有贏過球 一是和一是輸 那 上次 就是剛剛之前 就是作客去到萬城的時候 就 高自打破入球方 哈哈 烏龍波 一來一回 是很辛苦的 這個 令到整個的情勢是下滑 我相信這場球要去作客 都不看好 今年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前鋒不行 前鋒入球能力喪失了 去年整個英超的走勢 就是熱刺入了67頭 今年直到現在剩下兩場 都只不過是入了51球 差很遠 差很遠 其實其實 可能之前大家有印象我評論過 就是雲達華智的來頭 我是覺得應該會增強了中場的能力 是啊 現在中場能力增強了 中場的入球數字都增加了 但是前鋒是不會入球的 這個我相信是 以球隊來說 表面的情勢就是這樣 令到熱刺今年的成績 不是那麼理想 至於列納那方面 我相信很多熱刺入球迷都 不是那麼滿意他今年的表現 早幾晚我出了一個post 就是問問一些網友 就是說 你不是因為謝拉迪傷了 一路打後 你已經有順風順水 你開季尾波沒什麼壓力 但是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超強的進攻能力 又是似乎 就是有另外一番的境界 你現在打出來的風格 如果 如果 尼密浦 就是謝拉特 接下來的時間 不是那麼多機會上陣 或者好像變相 好像當日王馬 用魯爾 那樣 就是越來越是一個 邊緣的角色 大家會不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謝拉特可以回來這個團隊 你看到他對富咸那場球 是很順風順水的 想人射地的 他的反擊 或者進攻 是很快的 他節奏很順暢 但是我覺得 以謝拉特這些 這麼有經驗 或者這麼世界級的球員 他經歷過這麼多 不同位置的轉變 他適合踢法的能力 就是這個適應能力 都應該足夠去 立足在這隊球的 就是要改一改變那個踢法 少了控球 或者是要參加多一點 整隊球隊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幾 我自己作為一個客觀的球迷 就是我不知道 李記球迷本身自己 看不看得到這件事情 我自己作為一個客觀的球迷 我會幾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杜隔壁樹 怎樣去下季 我們在說現在 即今季不用想了 即下季怎樣去 將謝拉特融入 他現在的進攻體系 或者根本上 他現在已經想到一套 我們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杜隔壁樹 這個 因為他們現在 美利拉斯 這個是 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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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沉 Pf 麥斯 那個位置 由於 他 他 across 看 可以 對 customization 就是派一个中场中 派一派 或者做一些很不起眼的工作 他可能就真的踢不回最前面的虎风位置 以及是不是以他 包围着他作为一个重心 这件事我想 未来大家想想 都可以讨论一下 今个星期 除了有利物宝对以此这场大战之外 河甲哥方面 一讲再讲 因为这场压迹士对村敌 变相是一场联赛冠军的决战 真是挺臭巧 有一场这场球我看到的 今个星期 又看利己对热刺和河甲的 这个瓦迹士对村敌 好了 今天再一次多谢你 耶渣 上来 如果有什么想说 可以随时上来和我们吹水 多谢大家收听 下个星期二再见 拜拜